若望福音 第七章 这些事以后,耶稣周游于加里雷亚,而不愿周游于犹太,因为犹太人要图谋杀害他。 那时,犹太人的庆节帐篷节进了,他的弟兄于是对他说, 你离开这里,往犹太去吧,好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,因为没有人愿意显扬自己而在暗地里行事的,你既然行这些事,就该将你自己显示给世界。 原来,连他的弟兄们也不相信他。 耶稣回答说,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,你们的时候却尝试现成的。 世界不会恨你们,却是恨我,因为我指证他的行为是邪恶的。 你们上去过节吧,我还不上去过这庆节,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成熟。 他说了这些话后,仍留在加里雷亚,但他的弟兄们上去过节以后,他也去了。 但不是明显的,但不是明显的,而是暗中去的。 在庆节中,犹太人寻找他说, 那人在哪里呢? 在群众间,对他发生了许多思议,有的说,他是好人。 有的却说,不,他在山祸民众。 但是,因为都怕犹太人,谁也不敢公开地讲论他。 庆节已过了一半,耶稣就上圣殿里去施教。 犹太人都惊讶说, 这人没有进过学,怎么通晓敬书呢? 耶稣回答他们说, 我的教训不是我的,而是派遣我来者的。 谁若愿意承行他的旨意,就会认出这教训,是出于天主或是由我自己而讲的。 由自己而讲的,是寻求自己的光荣。 但谁若寻求派遣他来者的光荣,他便是诚实的,在他内没有不义。 梅瑟不是曾给你们颁布了法律吗? 但你们中却没有一人遵行法律。 你们为什么图谋杀害我? 群众回答说, 你附了魔,谁图谋杀害你? 耶稣回答说, 我做了一件事,你们就都奇怪。 梅瑟曾给你们颁定了割损礼, 其实并不是由梅瑟,而是由祖先开始的。 因此,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损礼。 若是在安息日为满全霉色的法律,仍可受割损礼。 那么,为了我在安息日,使一个人完全恢复健康,你们就对我发怒吗? 你们不要按照外表判断,但要按照公义判断。 于是,有几个耶路撒冷人说, 这不是人们所要图谋杀害的人吗? 看,他放胆地讲论,而没有人对他说什么。 难道首长们也确认这人就是墨西亚吗? 可是,我们知道这人是哪里的。 然而,当墨西亚来时,却没有人知道他是哪里的。 于是,耶稣在圣殿施教时大声喊说, 你们认识我,也知道我是哪里的。 但我不是由我自己而来, 而是那真实者派遣我来的。 你们却不认识他,我认识他, 因为我是出于他,是他派遣了我。 他们想捉住他,但没有人向他下手, 因为他的时辰还没有到。 群众中有许多人信了他,且说, 墨西亚来时,难道会行比这人更多的奇迹吗? 法利赛人听见群众对耶稣这样议论纷纷, 司机长和法利赛人便派遣差役去捉拿他。 于是,耶稣说, 我和你们同在的时候不多了, 我要回到派遣我来的那里去。 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, 而我所在的地方, 你们也不能去。 犹太人便彼此说, 这人要往哪里去? 我们找不着他呢? 难道他要往散居在希腊民中的犹太人那里去, 教训希腊人吗? 他所说, 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, 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也不能去的这话是什么意思? 在庆节末日最隆重的那一天, 耶稣站着大声喊说, 谁若渴, 到我这里来喝吧。 凡信从我的, 就如经上说, 从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。 他说这话, 是指那信仰他的人将要领受的圣神。 圣神还没有赐下, 因为耶稣还没有受到光荣。 群众中有些人听了这些话, 便说, 这人真是那位先知! 另有些人说, 这人是墨西亚! 但也有人说, 难道墨西亚能来自加里雷亚吗? 经上不是说, 墨西亚要出自达位的后裔, 来自达位出生的村庄白冷吗? 因此, 为了耶稣的缘故, 在群众中起了纷争。 他们中有些人愿捉拿他, 但谁也没有向他下手。 差异回到司机长和法利赛人那里。 司机长和法利赛人问他们说, 为什么你们没有把他带来? 差异回答说, 从来没有一个人如此讲话, 像这人讲话一样。 法利赛人遂向他们说, 难道你们也受了煽祸吗? 手掌中或法利赛人中, 难道有人信仰了他吗? 但是, 这些不明白法律的群众是可诅咒的。 他们中有一个, 即先前曾来到耶稣那里的尼科德摩, 遂向他们说, 如果不先听取人的口供, 和查明他所做的事, 难道我们的法律就许定他的罪吗? 他们回答他说, 难道你也是出自加里雷亚吗? 你去查考, 你就能知道, 从加里雷亚不会出先知的。 然后, 他们就各自回家去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